接下來我們就把剛才告訴各位的 告訴你該記的事情 整理一下 然後就請你把它該備的備好 我們剛剛講過磁力線要表達磁場 就要表達磁力 我們有所謂的磁力有所謂的大小跟方向 請問你 磁力線的什麼方向 就是我們的磁場方向 帥哥男 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25 沒有 15 30 磁力線的什麼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切線 請坐下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那問題是什麼叫做磁場方向 磁場方向就是哪一級的受力方向 就是哪一級 所指示的方向 我們所謂的磁場方向就是哪一級的受力方向 就是哪一級所指示的方向 No.13 N級 N級都是N嗎 N級受力方向 N級指示方向 請坐下 我們的磁力線的方向 對不起 磁場方向就是 N級的受力方向也就是 N級指示的方向 然後呢 就是所謂的磁場方向 然後呢 就是所謂的磁場方向 因為是N級受力方向 我們說磁力線要做切線 那是往上切 往下切 那就是這次一句話 磁力線的方向 在磁場外面從誰到誰 從裡面從誰到誰 來 來 帥哥 可愛大帥哥 31 差一點 31 小老師大人 外面N到S裡面S到N 請坐 外面N級到S級 就是所謂的磁力線 磁力線 OK 好 那這要做所謂的方向 那還有所謂的大小 強弱 磁力線的什麼 代表磁場的強弱 怎麼樣 代表磁場強 怎麼樣 代表磁場弱 怎麼樣 代表磁場弱 怎麼樣代表磁場弱 OK 這是一個 要知道的事情 來 請問你 磁力線的什麼 代表磁場弱 怎樣代表磁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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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小女生 小女生叫做 差一點六號 差一點 差一點 磁力線 磁力線 怎樣叫磁場弱 密集叫磁場弱 磁場弱 很好 密集成度代表磁場弱 磁力線密集代表磁場弱 磁場弱 磁場弱 還有一個所謂的其他 但是它很重要 告訴你 磁力線是一個光滑封閉的曲線 彼此之間不會相交 以上所學全部都是keyword重點 記好 全部都要給我記住 全部要給我記住 這是你所要學會的事情 OK